頂多就是這樣 你可以用那個選取部件 那做完七個之後呢 把這七個把它選取起來 選取就是Ctrl-C 然後Ctrl-V貼上 貼上之後就會有多一排 你就可以放在旁邊 稍微移一下 再Ctrl-V 兩個 一起類推三個 這樣子 這樣也稍微跨一點點 但是後面工程還是很浩大 就要改的地方還蠻多的 改完之後呢 上面的名稱 比如這邊還要再改 那改的話 記得還要再把它選取 把這個選取部件打勾取消 後面這個地方 還按右鍵 再把這個 控制項那個部分 它通通把它改 上面的名稱也要改 所以 還是蠻花時間的 那改完之後呢 我們如果說要連結 這個地方 首先呢 在後面呢 去判斷說 它到底有沒有打勾 那判斷的方法 我們可以用if if 後面呢 請你產生 這邊總共有 因為也是49個號碼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if的方式去判斷 判斷的方法 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的話呢 等於 直接用if if 這邊插入函數 函數裡面呢 找到if if 這個 什麼條件呢 a1 如果這邊的話 我們找到a1 如果a1 等於什麼呢 等於true true 那就輸入什麼呢 輸入1 b 反之的話 輸入0